中国今年要干的这八十件大事,与你密切有关。 减税降费。 一生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 二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 三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四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五继续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划赚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六中央财政要开源截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 七家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八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类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稳定和扩大就业。 九队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 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 十一,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一千亿元,用于一千五百万人资一张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长转业培训。 十二,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一百万人。 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营商环境 十三,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飞进击如普遍落实。 十四,今年,要对所有设计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 十五,持续开展检证辩宁改革行动,不能让繁琐证明,来回折腾企业和群众。 十六,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 十七,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变价在降低10%。 十八,取消或降低一批铁路,港口收费。 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十九,加快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让收费公开透明,让乱收费无处藏身。 二十一,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二十一,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游会政策,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二十二,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 开展城市千兆宽带入户示范,改造提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推动移动网络基站扩容升级。 二十三,今年,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 二十四,在全国实行协号转网,规范套餐设置。 二十五,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二十六,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二十七,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适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助决定使用。 二十八,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承接学术不端,历届浮躁之风。 二十九,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 三十,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 国内市场 三十一,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 三十二,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应用而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新办托育服务机构。 三十三,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购置优惠政策。 三十四,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支持电商和快递发展。 三十五,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 三十六,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三十七,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三十八,政府对拖建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 乡村振兴。 三十九,开展贫困地区控寿宝学专项行动。 四十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 四十一,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 四十二,要根治农民工签新问题,抓紧制定专门行政法规。 四十三,今明两年要解决好饮水困难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四十四,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四十五,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建设美丽乡村。 四十六,推广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成果。 协调发展。 四十七,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 四十八,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 四十九,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五十城镇老旧小区,要大力进行改造提升,更新水电路系等配套设施。 绿色发展。 五十一今年二氧化硫,但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百分之三,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 五十二今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下降百分之二。 五十三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 五十四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市场机制。 五十五推进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 五十六深化电力、油气、铁路等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 五十七建权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五十八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处置。 对外开放。 五十九改革完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扶持政策。 六十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 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六十一索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六十二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 六十三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芯片区,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六十四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六十五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磋商。 社会民生 六十六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 六十七,持续抓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 六十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贴标准增加三十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六十九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附线,报销比例有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七十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七十一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 七十二,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七十三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 七十四打击非法集资,传销等经济犯罪,整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 其他重要事项。 七十五,压检和规范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实施互联网加督查。 七十六,减少开会和发文数量,今年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坚决把文件压检三分之一以上。 七十七,提高实战化军事训练水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七十八,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安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七十九,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八十几即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 中国军工给巴铁一双眼睛印巴空战这是很重要。 本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空战可谓轰动全球,风头甚至改过了河内的会晤。 由于印巴双方发布的信息存在矛盾,外界还很难准确了解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空战发生之初,外界盛传骁龙战机首开记录,成功击落米格21战机, 但后续的信息,则给这一传言打上了问号。 对此,有国内舆论不免会有些失落,其实这大可不必。 即便巴基斯坦,不是用小龙击落印度飞机,但几乎可以肯定此次战斗有中国装备的参与, 毕竟巴基斯坦的战场之眼,都是中国给的。 今天,就来说说这事。 众所周知,雷达是现代战场之眼,如今的战场感知手段虽然越来越丰富, 但是雷达的至尊地位在可见的未来,几乎是不可撼动的。 印巴空战的事实无论为何,但雷达的参与是必然的, 这其中包括前期的雷达警戒、跟踪、到战机发动攻击要用的火控雷达,可能还有预警机的参与。 而就巴基斯坦而言,它的这一整套体系,完全是以中国装备为主。 地面预警探测方面,巴基斯坦最早的地面预警力量于上世纪50年代创立,采用的均为英国雷达。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又相继从苏联、德国以及瑞典引进了一些雷达, 但这些雷达以二座标雷达为主,且多为中进城,中低空不盲雷达为主, 在当时看来也许还能满足需求。 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印度空军实力的大幅提升,光靠这些就不够了, 中国雷达的到来,帮助巴基斯坦解决了问题。 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巴基斯坦进入新世纪后, 相继从中国引进了YLC2和YLC6两型雷达系统。 这两型雷达都是一个雷达家族,巴基斯坦具体买的型号我们无从得知。 但它们的基本定位却是一样,我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基本信息。